用到的範例檔 那當然第一堂課我們就講了 那你把它自己下載 那另外的話講義 雲端白板比較重要 另外還有我們的那個 論壇部分論壇的網址 那信道裡面的話 如果你有加進來 每一次上課都會列個清單 那裡面第二次上課 大概就是講到那個就是包含 VBA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主要還是都在講VBA 那怎麼樣去增加一個那個 VBA裡面模組 模組裡面加SUB 跟加什麼跟加Function 其實結果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上個禮拜部分 假如有一些細節 還是忘記或者是沒聽清楚的話 回去可以再多做那個複習 那裡面的話還有4圍圈 非常重要以後的話 只要你要重複做什麼 就是4圍圈 那圍圈扮演的角色就是 你最不喜歡做的事 就一直反覆重複做 那副圈圈就是電腦的專長 反正就是重複做 OK你要讓他做多少次 你就告訴他 那當你要判斷的話 可能會有個最下 最後面一列 或者是最右邊一欄 或者以後還有什麼 最多有幾個工作表 最多有幾個那個EASY的檔案 那你如果說有個範圍告訴他之後 那他就會幫你把裡面所有的 比如說範圍的資料 或者是工作表工作部 自動幫你全部完成 OK 那當然裡面最重要就是4圍圈 可是圍圈裡面 難免還是會有需要有一些邏輯判斷 所以一般 圍圈加邏輯判斷 大概程式裡面用的最多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圍圈就是你要做的範圍嘛 做幾次嘛 可是裡面假設 你可能會有一些邏輯判斷 你要什麼資料 比如說哪一個區間的資料你要 那你要做一些邏輯判斷 比如說我要把那個及格的人找出來 那怎麼辦 你要去做邏輯判斷 如果分數大於60分的幫我抓出來 那分數沒有60分那就不要幫我抓出來 OK 那就邏輯判斷 所以今天比較重要就是邏輯判斷部分 邏輯判斷在Sale裡面跟VBA 怎麼去使用的一些相關的重點 那其實真的學習 我是建議就是你可以不需要學的非常多 但是學過就要會用 不然的話你就會學一堆 最後發現 學的多最後根本不會用 很多人學了一堆 而且買了一堆書 每一本書寫的好像又有相似的地方 但又不一樣 那最後你會發現你不知道怎麼用 反而是真的 就是說你學會了就要趕快用用看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許可以再思考 或者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這樣你就比較能夠靈活的應用 用在你工作上 因為很多人學完之後 還是不會用 那為什麼不會用 到底很簡單 你真的是也是第一個 可能是你的野心太大了 學很多 第二個的話呢 你不熟 因為比如說寫VBA好了 比如說我要寫一個Sup 上個禮拜比如說丟公事 那你有沒有辦法呢 把之前講過的東西馬上應用在工作上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想你慢慢會比較進入狀況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實做的話 那很快 這東西跟你就好像沒有關係了 OK 這東西其實都是實做 那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邏輯這個部分 那邏輯部分呢 我們大概就是會練習幾個比較重要的 大概第一個就是以弗啦 以弗我想應該大家都沒有比較應該都有用過 那可能比較沒有用過就是說 它有那個兩重的邏輯判斷 是或者否嘛 True跟false 那但是呢還有多重的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的成績呢 假如說平定是及格不及格 可以從平均成績這個欄位去判斷 合格不合格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要合格不合格 我今天要多重呢 那什麼叫多重呢 就是說我的成績 是用ABCD A的話是80分以上 B的話呢 是 B的話是70分以上到80分以下 OK 那C的話當然就是60分以上到70分 D的話是不及格 如果用多重的話 OK 那另外的話呢 VBA怎麼做 OK 當然我這邊前面講的是 這個兩個欄位是用Excel的邏輯判斷 那可是在VBA裡面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東西 當然可以啊 可是要怎麼做 OK 那如果說我想我們這單元比較重要 就是了解那個IF裡面的操作跟VBA 另外的話呢還有就是連期跟 應該是交集跟連期 其實大概用來用去這幾個應該就足夠你工作上的需求了 NAT我覺得也會用到 可是我覺得用的很少 比較難思考 因為NAT好像顛倒邏輯 你可以反向也可以正向 所以兩種邏輯 不過NAT用的比較少 那也許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 請各位開啟這個邏輯函數 第一個做合格不合格的話呢 當然最簡單是邏輯函數裡面的一幅 那一幅裡面的話邏輯是這個成績怎麼樣 要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那這邊就是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OK也許 或者你打一個YES或NO也可以 反正就是輸出一下結果 合格跟不合格 OK 那另外當然的話 如果說你要 這應該加一個不 加一個不合格 不過呢因為我的邏輯特別重要 其實這個大於等於 如果我說你要把它反個方向 也許是小於 小於60的話 那true跟force就可以顛倒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那個敘述的方法 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邏輯不同的話 可能就有不同的敘述 沒有說標準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 這種方法做出來都OK 甚至你也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是用什麼大於等於 前面也可以加一個NAT 也許外面再加一個NAT NAT的話又顛倒了 OK 不過沒有那麼無聊 是前面再加一個NAT 可以然後NAT 前刮鬍再跟後刮鬍 那true就變false 或者就變 所以我說很少用 沒有人那麼無聊 我還真的有一些工程師 真的就是 不知道可能每個人 有的人喜歡鑽牛角尖 我的習慣是邏輯越簡單越好 你不要拿石頭雜誌的腳 越簡單越好 別人沒事都想的很複雜 本來直直走就可以了 你會繞來繞去 雖然都一樣可以抵達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的想法是 越簡單越好 也不容易出錯 OK 大於等於60 然後合格不合按確定 所以你下降填滿的話 OK 如果多重的話 ABCD 可能是不一樣了 插入環數裡面的話 if 那你會發現它只有true跟false 可是ABCD怎麼辦呢 有四個格子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多重比較複雜 其實可以在if裡面再插入if if裡面再插入if 也就是你可以很多重就對了 就是再判斷的意思 所以那個做法 理論上我習慣從上面一直到下面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成績 它給我大於等於 剛剛是60現在是80 那它應該是A 那剩下什麼BCD 所以是要除此之外 所以false的話就是除此 可是問題是我還要在這邊再插入個if 所以記得不要再從這邊插 因為它可能會把它蓋掉 所以請你從前面的下拉清單找到if 那記得有個關鍵 請你把游標一定要放在哪裡 一定要放在這個儲存殼裡面 再點一下if OK關鍵的地方 不要點別的地方 不然它就插入到別的地方去 記得是false的地方 記得點前面的下拉清單 如果你要在函數裡面加函數的話 記得一定要從前面 你不要再插 不然它把它蓋過去 這個時候按下它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if加在哪裡 有沒有加在這個逗點 意思就是加在false的位置 那你這邊就可以再繼續做什麼 做第二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也是一樣這個成績 大於等於 剛剛是80現在是70 那就是b了 OK 那因為那個80以上已經a拿掉了 所以剩下那個80以下的 80以下那剛好就是b的那個範圍 大於70到80剛好就b 剩下就除此之外 還有c跟d怎麼辦 沒關係 再一次一樣的方法 油標放這裡 再插入一個if 你會發現它又放這邊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油標放這邊 這個成績大於等於 等於剩下60 那就是c 反之的話呢 也就是剩下來的 所以呢這個就是 算什麼 以上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剩下就低了 就不及格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多一個多重的話 你可以把if裡面再加一幅再加一幅 最後的結果 按確定就OK了 那把它向下填板 結果就出來了 當然呢你想說老師我習慣從頭打到尾對不對 也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啦 如果有這個工具的話 應該比較不容易打錯 為什麼 因為刮壺太多了 而且常常錯就錯瓜 我要不要雙引號 那 所以呢善用什麼 善用前面的下拉清單 那當然呢如果以後啦 如果你是用別的版本 比如說雲端的那個 Google的試算表 它就沒有那個插入那個 的那個 視窗跳出來 那你就是只能自己慢慢打了 好 不過我覺得有工具 你就先輔助一下 試一下 把它打勾 所以第一個呢請各位 先試試看合格不合格 可是比較簡單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多重 OK 那也就以後啦 如果ABCD還有EF 反正你很多重的話 那你就後面再加就對了 反正它可以繼續判斷 可是問題像這麼複雜的邏輯 其實說真的要把它放在一行裡面 從頭打到尾 不出錯還是很困難 所以要不就怎麼樣 利用工具 要不就是有時候反而複雜的東西 其實交給VBA就好了 那如果我們VBA希望兩個東西 一個是按按鈕 有沒有 按下它自動完成 怎麼做 不過這裡的話 那也兩個方法 你要不要丟公式 可是這個地方丟公式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多優勢 也是可以啦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不丟公式 我要直接用VBA來撰寫邏輯判斷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不寫一行 你可以寫很多方 慢慢敘述 那待會兒會講說 怎麼用VBA去產生按鈕 直接執行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呢 我如果不按按鈕 我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 也許可以產生一個自定函數 叫成績函數 出來的結果就在ABCD了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邏輯的話 最重要就是學會那個 這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可能一重 一般就是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多重邏輯 再來就是說那個 end跟all 就是交集跟連集 大概這集 那者也許可以用 不過那者用的太少了 我覺得還是不要把那個 就是邏輯弄太複雜 最後反而你做錯你也搞不清楚 那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範例檔裡面的那個邏輯 第二個單元邏輯函數部分 試一下